非常感謝各位媒體 對各位媒體的朋友來到機場來接我 這一次是因沙國及高層的官員邀請 前往沙國做訪問 在三天兩夜很緊湊的行程中 我們與沙國見到了七位部長級的官員 他們對於台灣的電子工業 機密機械工業及半導體工業 都有非常有興趣 希望能夠引進這些工業 這個在沙國在產業轉型中 希望能夠跟沙國有一個合作的機會 當然我也是對於他們的能源政策 石油的未來的政策 以及他們的石化工業的發展 也學習了很多寶貴的經驗 當然我也去看了他們 零到六歲我叫邦尼亞的政策 沙國很多年輕人 以及他們高等教育的研究發展 因為他們的投資有非常大的投資 對於未來新科技的發展 那麼讓我改變過去 好像沙國只有石化工業 還有對於年輕人的就業的輔導 讓我也學習到很多 那當然 我這一次也參觀了 跑了一千多公里的行程 參觀了他當地的國營事業的管理 尤其石化工業或巨型工業的管理 他們為什麼能做到世界一流 以及各種新興產業的一個政策 那麼對於對我來講 這是我常常講的 東進西河南墮 我覺得沙拉伯是中東市場 也是全球回教市場 很重要一個市場 那麼我也是希望能夠 按照將來台灣能夠走出去 但是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這個新的市場難度能夠涵蓋到 中東以及全球的回教市場 那麼這個 這一次學習到非常多 回來以後會整理以後 向大家慢慢的報告 那麼這個 這一次去的時候了解到 沙國的簽證費用很貴 要數百塊美金 會跟他們最高階層反應了 當場就得到承諾 會給我們很特別的價錢 這個簽證費希望台灣中華民國能夠跟沙國能夠開始 大家能夠建立有更多的經貿外交往來的關係 所以這一次 發現到簽證費那麼貴大家不去觀光 原來簽證費太貴了 我想最近他們會宣布一系列的消息 因為他們當場也給我承諾 希望能夠調降 這些就是加強雙方台灣以沙國 中華民國以沙國的一個經貿外來 好今天就想報告這些 因為我回來要整理 很累了 那麼詳細的問題的話 我讓我的發言人 蔡英發言人給大家說明 好不好 中秋起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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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起義怎麼辦 中秋起義嗎 中秋起義怎麼辦 中秋起義嗎 中秋起義怎麼辦 中秋起義嗎 中秋起義嗎 中秋起義怎麼辦 好你看到這是郭台銘 就在剛剛下飛機之後 對於自己的中東型發表 自己看到對方的工業有興趣 希望可以互相學習 但是到底對於要不要 在9月3號或是9月13號中秋節 哪一天要起義呢 他並沒有說明 他說要丟給這個 在官方在後續在做宣布